主料,大米80克,鲜香100克,辅量,小葱10克,姜10克,盐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先将虾洗干净,我不会去消血,不就吃的时候自己再去了,葱切小段,将切碎末,大米洗干净,放进主锅后放入适量清水,用中火熬粥,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, 开锅之后放入姜末,将白米粥熬好之后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,加入葱末,搅拌均匀,加入鲜虾,煮一分钟,不要超过一分钟哦,时间焯虾就不嫩了,烹饪技巧,煮一下不要煮太久,久了就不嫩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